人同心無敬感 無謂心悲悲悲悲 在旁邊花 愛樂合唱團團員 用音樂表達滿滿感謝 優美的歌聲 讓台下觀眾相當感動 自顧過雨漢的是我 先進換一笑的是我 世世為悲悲悲悲悲悲 都是我 金融市愛樂合唱團 今年六月推出回家公益音樂會 邀請了長榮交響樂 和一群聲唱朋友 站上文化中心舞台 共奏美妙樂章 活動結束之後 合唱團決定將售票收益二十萬元 捐給金融市政府 市長謝國良特別感謝 再次謝謝愛樂合唱團 跟所有聲唱朋友們 盡一份心力 把我們這個城市 讓它變得更有愛 而且更有歡樂 我們未來會繼續的 跟類似愛樂合唱團 這樣子的優秀的團體 公益團體來合作 連結社會資源 跟大家一起攜手打造 有愛的城市 借榮愛樂合唱團 首次邀請聲唱朋友 上台一起演出 過程中不僅讓團員 深刻感受到生命的力量 也讓演出者更有自信 大家可能沒有看到 在舞台上面的背後一面 那就是我們在練習唱歌的時候 我們真的很感謝這些 身心障礙的朋友 來到我們的合唱團 讓我們有機會幫他開門 讓我們有機會幫他搬椅子 讓我們有機會扶他上樓梯 讓我們有機會幫他去除障礙 可以順利坐輪椅進到教室 這對於我們每一個團員來講 都是在累積福報存責的時候 每天每天續存的一點點 那因為市長希望推動基隆 成為一個有愛城市 那麼就讓我們的愛 在每天一點點 一點點當中的累積 那我們愛樂合唱團 能夠有這個機會 能夠把微博的門票的錢 能夠奉獻出來 能夠把這個小愛小錢 發揮最大的功能 讓基隆市更充滿了愛的城市 這個行動是什麼 讓障礙者有機會 接受到音樂的賠力 讓障礙者有機會 可以跟基隆愛樂合唱團 可以跟長榮交響樂團 這樣國際級的 這樣優秀的團隊一起協力合作 因此對於障礙朋友來說 能夠站上我們的文化演藝廳 這在他們履歷當中都要寫下一筆的 所以最難得的是機會 這個機會就是 愛樂合唱團有這樣的善意 願意讓障礙朋友 一起來學習音樂 然後給他們機會 陪力他們站上大舞台 這是讓聲音障礙朋友 他們的生命有發光 有學習 有貢獻的機會 透過音樂會 孫恩福鼓勵聲障朋友 給自己更多的自信 勇敢創造屬於自己的故事 記者黃少民 基隆報導